哈囉 大家早安 我是美樂 我是阿丹 我們今天是我們第三次的練習 那我們今天要騎去淡水 從金美橋這邊 那騎去淡水一直都是在我心裡 一直有一個想要完成的這個目標 但之前又太害怕了 但這一次因為我們竟然都決定要去環島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來去騎 看能不能騎到淡水去 從金美舊橋這邊出發 然後到淡水來回是60公里 60公里左右 那我們這次除了會騎去淡水之外 我們還會介紹我們腳踏車的周邊 還有我們會帶什麼東西 那如果你跟我們一樣是單車新手 也正在準備入坑公路車的話 那就繼續跟我們看下去吧 GO 早安 早安 去淡水的路就這樣一條路而已 我們就走這個河濱 現在8點29分 我們到了公館這邊 從景美那邊繼續騎 就到公館 我好像在講廢話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然後到了公館之後 接下來就到谷亭 然後再來會到大稻埕 其實我們這能騎到淡水嗎 我自己都不知道耶 怎麼可能要騎快一點 前面你看高度里騎這麼快 要騎快一點不然騎不到耶 前面這邊不說 我還以為我們在北海道騎腳踏車了 而且你看後面的藍天 好美啊 前面這裡有這個環島一號線 這就是我們之後環島的時候要走這條路 其實我覺得脖子比較酸耶 我覺得脖子比較酸 脖子好酸喔 每個酸都不一樣喔 因為一直抬頭 剛一直覺得我GoPro畫面好暗喔 結果我發現原來是我戴墨鏡 拿下墨鏡你會發現瘦了 真的 現在9點03分我們到這個雙圓河濱公園 然後等一下在騎一小段路 就可以到大稻埕這邊了 這好美好假喔 還有三隻狗躺在那邊看著太陽 在太陽舒服 放著眼睛眯眯的這樣子 運動的人看起來都很開心耶 真的齁 笑笑的 而且大家看到都會互相打招呼 對 到了落成的攤子 攤飯那邊 對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在等我 你看看 哈囉 入鏡了 對 哈囉 今天我們的指導教練 你看這個腿 沒有喔 拜託看這個健庄的身材好不好 變胖了 好我們去那邊合照一下後出發 走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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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解散 哈哈 哈哈 我們的教練說從大到城出發一定要在這裡先拍照 嗯 出發 我們現在才要出發是嗎 我們剛才騎了這麼久是什麼 走囉 走囉 好 騎到這邊有一個插路 往左邊就是騎到攝殖島 所以我們現在要往右邊騎到淡水的方向 因為你剛才教練跟我說我騎腳踏車的時候會有一點外巴 外巴騎 他說要平的騎 平的騎比較好 原來你是 我們接下來要怎麼走 走這個腳踏車線 走這個腳踏車線 然後接下來走環島1413 好的 這裡我們要用牽的上去了 好多車喔 過馬路要小心一點喔 接下來這斜坡上來之後呢 是走左邊喔 關渡 關渡攝殖島的方向 好 剩2K 2公里 對就到寬度 喔齁就到寬度 我還以為2K到淡水 我們現在在這裡 然後大概再騎個2K就會到關渡大橋這邊 現在時間是10點21分 我們到這個關渡宮的地方 然後來到關渡宮這邊呢 可以看到一個很美的一個橋 然後大家都在這邊拍照 然後我剛才看了一下 好像滑龍舟的地方 就是從這邊開始逼 所以逼到那個關渡大橋 好像是這樣 跟鏡頭打個招呼 現在時間是10點37分 我們已經騎了一個小時又21分鐘 然後我們現在到了關渡這裡 那你就可以看到關渡大橋 然後後面那邊有一個船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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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剛才那個斜坡之後呢 剩下2公里還3公里 就會到淡水 就會到淡水 我們等一下就到淡水捷運站了 你看我們剛剛騎的旁邊 就有捷運在跑耶 對啊 就在前面大概不用10分鐘 對 因為已經看到那個捷運停在那邊了 這樣子喔 好我餓了走 走 到了耶 沒想到我騎到淡水耶 真的 真的是沒有想到我們騎到淡水來 平常連搭捷運都覺得好遠 對 走吧 好餓喔 走去早吃的 我餓了 還有淡水呢 我們要吃阿給的話 我們就會來到這間吃 嗯 他們去點餐啊 嗯 然後這邊啊 就是很簡單的 在賣阿給魚丸湯 炒麵炒米粉肉丸 然後一份呢就是40塊錢 那現在吃飽了 那我們來分享一下我們的腳踏車周邊呢 有什麼樣的配備 我們帶了什麼東西吧 好 好的 我自己是放了一個這個 放手機的 然後還放了一個杯一下 我有時候會把行動羊放在這邊 嗯 如果說買咖啡的話 也可以放在那邊 然後還有我的耳機 我也放在這邊 然後再來是 後面的一個小包包 後面這邊有一個小包包 我就把我的鋪魚衣外套放在這邊 然後還有一個小錢包 我們出門都會盡量帶一件這種防魚的外套 就是如果說風大的時候 冷的時候也可以防風防 然後另外一台車呢 我們會放一個這種 隨身攜帶的小打氣筒 然後 工具包 工具包裡面呢 會有一個這個 放碟煞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內胎 還有這個是挖胎棒 然後我們有帶了三個 最後呢就是這個隨身工具組 然後我們車子還有裝一個這個前面的燈 晚上照明的時候用 還有一個後面這個燈 還有一個後面這個燈 好會啊 掰掰掰掰 我也好想騎那一段喔其實 因為他很漂亮 對啊 好掰掰 祝你們下午有好天氣 好啦那我們現在要騎回去景美啦 那如果你跟我們一樣是單車新手 就繼續看我們的影片啦 記得點讚分享訂閱喔 開啟小鈴鐺 掰掰 我覺得騎小號車還是要聽歌耶 聽歌再不會無聊 不然我這樣騎一騎真的是超無聊 對啊 就是看風險 很漂亮很漂亮很美的 然後再一段路都是一樣的 好 那 得過 surfaces 像不一樣的 要找推出 對 以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